今天呢,咱们看看梵高的这个视觉,视像展吧,只能说是哈 也不是,我记得好像这是前几年在中国就开始有了 清明上河图那种,现在呢,这梵高的这个,好像看巴黎也展了 然后这一次一听说,到澳大利亚了 那天跟我们同事说起来,说好极了,一定得去看 文稿展呢,我还是看的比较多的哈 在那个欧洲好几个点,很多的那真迹也都看过 然后呢,又爱看他的这个动画片,不久前的那个纪录片 反正也不知道看过多少了,觉得呢,他还是挺好看的,他的作品 我不是正经的艺术家,也不懂得搞得很,很,叫什么,很艺术,也不会解读 但是我就是看,我就是喜欢看 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来看看这梵高的这个 其实对梵高的以前的认识主要也就是感动 啊,耳朵消下来了,疯了,然后奇才 很悲惨,反正就这些吧,然后呢,现在呢,这一次来看他这个 嗯,怎么说呢,你看这一进去,这人这多呀 虽然是疫情期间吧,还得要注册,还要量体温,还要戴口罩 反正进去看看挺热闹的 然后这里边呢,他是配,除了这个展览以外呢,他是配音乐 这音乐声音好大 嗯,到那地方呢,一进去感觉就是一特点 就是好像到了一广场 夜间的那个广场 孩子大人一块儿玩 然后呢,顺便拿 啊,梵高做背景音乐 然后呢,再看看这个大画片 啊,那么多梵高的作品 而且有一些我还真没见过他早期的啊 我的感觉就是这梵高这个早期 他的这个功底还是非常厉害的 他画的那些,有的时候寥寥几笔啊 嗯,你觉得他是做抽象花,出生 但实际上他做其他的,包括素鸟什么 这功底还是非常厉害的 你看这点我就很不满意 国旗都上来了 弄个梵高弄个国旗干嘛 人感觉很土 而且那音乐有时感觉很不配套 特别响 有一点那种史诗的那个尽头 那梵高的这个小资啊 他不应该用史诗一样的音乐来配 反正我感觉呢,就是说 嗯,这个环境呢 这个看了人太多 如果这么大一环境就我一个人在那看啊 那可能你的感受会好很多 然后就这么多人在那儿 拥着 嗯,这画呢 就是挺大个儿的 嗯,你说身临其境吧 但很有意思 你有一种感觉它身临其境 你人在其中 但是你并没有进去 他这个画吧 由于是这种电子的这个效果 让你觉得好像离那画 反而有一种更远的这个距离 非常有意思 和我这个平常看画的感受非常不一样 当然了,多媒体嘛 现在各种形式有声光月 然后再有这个人声嘈杂 然后文字,对吧 这是文字 然后呢 再有电子的、现代的、传统的 都并在一起 所以你觉得呢 它是一种创意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种表现啊 用来看什么比较合适呢 看动物 看比如水里的鱼 潜水 有一种你深入的这个效果 但是你如果要是搞这个大画展 特别是艺术展 还有点悲催的 感觉不太好 你看这里边吧 我倒是觉得这俩小孩挺好玩的 他们是随着这个画面的变化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创意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看这个画展 感觉值得最重要 你看他们的这个行为 非常非常有意思 从始到终 他们都跟着这些画在这变 然后呢 那个到最后这一点 这个 它表现夜景还不错 给你感觉挺安静的 这种大画展 然后呢 你这两个小孩还是那么可爱 行了吧 就这样 那也值了吧 那教育下一代吧 大家 感 Inte 你说 你们 ares 两个小孩 你 你 总 你说 你